1952年10月 美国为了挽回朝鲜战场的颓势 以便在朝鲜战争停战谈判时 可以赢得更多的筹码 对中国人民自愿军驻守的上甘岭阵地 发起攻击 中美双方谁也没有料到 争夺小小的上甘岭高地的战役 会变成一场人重大战 美军前后投入6万多兵力 170多辆坦克 以及3000架自战机 对这块仅有3平方公里的两座山头 投下了190万枚炮弹 中国人民自愿军用4万兵力迎战 而且用欲强则强的战斗信仰击败了美军 上甘岭战役的胜败 直接关系到停战后军事分界线的划分 换句话说 就是谁赢了谁就能得到更多的领土 因此为了上甘岭高地的两座山头 中美双方都志在必得 展开了反复的拉锯战 战役时期中国人民自愿军 前后派出9个团 又加上2000多名的新兵战士 以及炮兵银和火箭营 发射了45万枚炮弹 美国率领的联合国军 有10个团 1个空降师 以及2个新兵团 共发射190万枚炮弹 5000多枚航弹 因此有许多中国志愿军战士 不是被子弹打死的 而是被美军的炮弹活活震死的 就在这块面积仅有3平方公里的地面上 中美双方共10万人的军队 展开了敌从我王的生死决斗 上甘岭战役一共打了43天的时间 就在这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里 有4万名战士 永远地倒在了这个地方 上甘岭战役的战况极其惨烈 是战争史上都非常罕见的 被称为东方凡尔登脚骤击 在上甘岭战役中 中国涌现出了很多像黄济光一样的英雄人物 蒋介石后来听说了美国在上甘岭惨败战败的消息 对着天空发呆沉默了很久 最后只说了一句 再也没有人能胜过他了